由产业创新奥斯卡奖至深的第七届 经济部国家产业创新奖 国家发明创意奖 在昨天举办了颁奖典礼 副总统赖清德也到现场出席 他认为台湾疫情控制得当 产业的研发实力跟应变能力 都推升了今年的经济成长 也让世界看见台湾 希望以创新迎战 加速台湾产业升级转型的脚步 晶圆机器人来回搬运 展示自动化的高阶生产设备 或是将RFID沙线直进衣服 有助衣服的回收与追踪机制 种种创新研发 让他们在110年经济部 产业创新成果联合颁奖典礼胜出 获奖喜悦之情异于言表 并由副总统赖清德亲自颁奖 一些产业变革的一个时代 创新可以说是很重要的 一个发展的趋势 我们在后疫情时代 我们很重视在一些新的产业的 一个数位转型方面 针对一些近零碳排 永续发展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技术的一些发展 也是这一次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得奖的亮点 跟发展的趋势 主办单位指出 这次竞争非常激烈 共征选了909件作品参赛 最后国家产业创新奖 共征选出44件得奖作品 而国家发明创作奖 有43位金银牌得主 展现台湾产业多元性的创新面向 及丰沛的研发能量 那我们今年有一个金牌的得奖 它其实就是在每一个金片上面 赋予一个指纹 让骇客无法来窃取我们这个资料 可以去追溯 可以去防骇客的一个措施 我们都会提供平台 让他们把他的专利得奖的技术 在那个平台去展出 面对后疫情时代 是挑战也是转机 期待产业持续研发创新 展现灵活的应变能力 并掌握全球供应链重组的契机 记者唐宅春威杰台北C4报道